大家好 每天一款实拍车 我是胡正阳 今天我们来看最新款的路虎缆胜运动版 那这一次呢 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不在外观 也不在内饰 而是在这个车头发动机舱里面 现在把原来的3.0升V6机械增压的发动机换掉了 换成了3.0升直列六缸的涡轮增压的发动机 那现在这个3.0升的直六是有三款车型 最低配的SE和中配的HSE 这两台是3.0升的低功率的版本 是360马力 495牛米 官方的0百加速时间是6.6秒 那最高配的3.0是HST 这三个字母是第一次引入的 它是400马力的功率和550牛米的扭矩 官方的0百加速时间是6.2秒 那这两款的加速能力都比之前有了一个提升了 同时它们也匹配了48V的轻混系统 还有8AT的变速箱 那外观内饰的变化不太大 所以我们大概的看一眼前脸 首先我们这台车是HSE 就是三款3.0的中间的那个配置 这个大灯显然LED的光源是必须的 如果你想选装这个激光的远光灯的话 也可以大概要2万多块钱 会比较贵一点 那车身侧面来看一眼最重要的就是轮胎 那它的轮圈是21英寸的 如果你买的是最低配的SE的话 会连降两档变成了19英寸 那我觉得懒胜运动这种车型的定位 比较强调功务的能力 还有这个视觉上的这种感官的运动感 所以还是买这个HSE的21的圈 规格会更合适一些 车身侧面的线条大概的看一眼 有一个很重要的配置 就是它的电吸门 如果不太熟悉车型的话 会觉得有一点点意外 像这种SUV配电吸门的 其实并不是太多 如果你买的是SE 就是最低配的版本的话 可以选装电吸门 价格是不到7000块钱 这个价格其实还可以 如果有这个车员的话 一定要去选这个带有电吸门的版本 同时呢 四个车门都是有无钥匙进入的 这个如果在最低配上面 也可以选装是12000多 这看个人的喜好 我觉得电吸门和无钥匙进入 从我的角度出发 还是更建议大家去选择的 尾门这边 Sport HSE身份的标志 然后这边是路虎的车标 我们来看一眼 后备箱的内部情况 这个常规容积是780升 拓展到最大是1686升 数据没问题 然后这边能看到门槛还是比较低的 因为它配备了高低可调的空气悬架 所以能看到这个位置 其实还是有一个按键 可以直接调节它的后悬架的高低 给大家看一眼 它升到最高的状态 目前它是最低的状态 所以取放比较重的货物是比较方便的 但其实它升到最高还是挺高的 所以有这个按键很有必要 好 这个就是最高了 看到没有 挺高的 如果是女士搬箱子会比较费力一些 据我所知 这个揽运的女性车主也还比较多 然后这个地板下面是一个非全尺寸的备胎 以及千斤顶等等的工具 没有这个多余的其他的储物空间了 这个就是后备箱的大致的情况 走我们再上车看一眼 车内的设计大家其实很熟悉 就是目前路虎全家族都在用的这种三屏系统 全液晶的仪表盘 中控台两块屏幕 其实如果你加上这个HOD的显示的话 其实可以算四屏了 那这个系统我觉得最吸引人的一瞬间是什么呢 就是从不通电到通电转换的时候 因为不通电的时候整个内饰全是黑的 尤其我们这台车也是纯黑的真皮包裹 整个面前是一片漆黑 一点亮 这个光全都来了 然后这个屏幕微微的上翘 感觉这个车就一下就火了过来了 包括方向盘上这个多功能区域 它也是这种带背景灯的这种触控的面板 所以这些光全部点亮的时候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全液晶仪表盘 然后这块中控屏 中控屏的角度可以手动调节 它现在自动的默认的是到这一个角度 然后你点设置 进入之后这里能直接看到屏幕的角度调节 加减号 其中你把加号摁着不放 它就能一直的往起立 你到目前这个是最直立的状态 我们把它调回去 大概的看一眼这个主屏内部的情况 这里面是分了四页的 第一页是告诉你长按的任意设置 可以自定义页面 就是你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放到第一页来 像手机一样 第二页就是刚才说的那三个主要功能 一个是导航 一个是媒体 一个是电话 大家常用的三种功能 那这个导航呢 点开之后就是地图了 地图我试了一下 一个小遗憾 它不能缩小到一个地球的那种界面 我们之前看到的几个车 它都是可以缩小到一个地球的 有一些车甚至给你画出一个地球 旁边还有一个月亮 遍布在那种星空的夜空之中 感觉还是挺棒的 但它呢只能缩小到一个中国的版图 就不能再继续缩小了 这个有一点点的小遗憾 问题不大 继续往后看 这个第三页是一些功能方面的模块 包括摄像头 后部媒体 然后百度的CarLife链接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这里有一个生态数据 可以点进去看一眼 这是你的所有的行车相关的信息 包括这个续航里程啊 然后油耗啊 等等的这一页了 通过一些动画给你展示出来 再来看一眼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呢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里 能看到车辆尺寸 它是把这个关于这台车的一些数据 单独的做了一个小功能模块 让你去点 挺有意思啊 看到这个包括外后视镜的宽度是两米二二 然后车长是四米八六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很少有车型会把自己的这个尺寸 单独的拎出来让你看 然后这边有一个四乘四的一个模块 这个就是跟越野相关了 里面两个标签 一个越野信息 一个低牵引力起步 我们来看一眼越野信息里面 这台车也有路虎的这个全地形反馈系统 如果你直接进入的话 其实通过这里这个小旋钮就可以了 平时你不用的话 按一下就收进去 再按一下这样立起 然后再调节这个旋钮就可以选择它的这个全地形的模式 然后我们看到你旋转这个旋钮的时候 三块屏都会有动作来告诉你你现在选的是哪一块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 第一个是它的经济模式 就是Eco然后用来辅助高效驾驶并降低油耗 然后第二个模式是它的舒适程序 第三个是它的草地 沙石雪地程序 第四个是泥地车者程序 第五个是它的沙地程序 我们发现这台车它并没有严实攀爬 因为缆胜运动它的定位还是倾向于城市内的公路上的这些表现 所以没有沿石办法是可以理解的 好继续看这个主屏 主屏的下面这一条长条 是把常用的一些功能固定在这个位置了 相当于是那种实体按键的感觉 但它不是实体按键 它用这个虚拟的模块来代替了实体按键 其实我个人感觉还是有那种固定位置的实体按键会更好一点 但也看不同的理念了 因为未来也是一个OTA的时代 很多这种现在车型的多媒体系统都已经可以实现在线的OTA了 所以如果它这里用虚拟的按键的话 不妨碍它未来可以升级成其他的功能模块 当然这台车目前还是不支持OTA的 来继续看 下面的这块屏幕主要是空调还有座椅等等项目的设置 同时这两个位置 包括中间这个小的旋钮 保留了三个实体的操作区域 这个左右两侧的旋钮是可以调节空调的温度的 而且它可以往下按 它不是那种只能旋转 它也可以按的 中间这是音量的调节旋钮 这个操作的便利性还是可以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两块大屏幕的 除了刚才说的没有实体按键的一个小问题 还有个小问题就是它很显然会是一个指纹的收集器 等我们把这个光全部关闭之后 会发现表面会有很多的指纹 然后再往下这里地台的位置 打开这个盖板里面是两个背架和一个小小的储物槽 左边这边是一个机械式的挡霸 这个挡霸的手感还是挺不错的 在路虎的家族里面 级别比较高的车型 用那种抬起式的旋钮的换挡机构 级别稍微低一点的 就用这种纯机械式的电子挡霸 也不能叫纯机械式 用这种直立实体式的电子挡霸 然后再往后看 这里是刚才说过的 全地形反馈系统的操作端 左边这里还有两个按键 这个是它的高低悬架高低的调节 空气悬架高低的调节 后面是它的电子手扎的开关 这里是它的中央扶手箱 打开之后 这个里面还是挺有玄机的 首先它是两层打开 这里是一个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功能 可以算作一个小的托盘吧 然后再打开 这里是冰箱 这个冰箱是有两档温度可以调节的 这个东西在夏天就真的很有用处了 然后这边是两个点烟器电源 两个USB接口 还有一个SD卡的插槽 这就是前排大致的整个T字区操作区域的情况 我再提一个小的设计细节很有意思 这里中间的空调出风口 左右两侧各有两个小的圆的按键 完全对称的 左边这个是一键启动的按键 右边这个是它的手套箱的开关 这个开关其实是电子式的 轻轻的触控一下就可以 它这个手套箱是分两层的 上面这层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打开 然后下面这层也是这样打开 好 继续 这个方向盘 我们看到这个后面是有它的方向盘的换挡拨片的 这个在中等配置 就是HSE上面 这台车上面是标准配置 如果低配的话 你可以花钱选装 大概是两三千块钱 然后我们看到这台车用的是普通的定速巡航 并没有用自适应巡航 自适应巡航是要花钱选装的 价格也不低 已经上万了 然后这边能看到它的这个语音控制 包括电话等等的功能按键 同时我们在左手边这边能发现门板上面的功能按键也是比较多的 首先这里是四个车窗 然后这里是它的外后视镜的调节区域 它的外后视镜调节区域在底座的位置 其实是那种触控式往下摁的那种小按键 这个设计还感觉档次感还不错 然后这里是它的主架的座椅机 一共有三组的座椅机 给的量还不错 然后这里能看到它的门板音响的这个面板上面是英国之宝的音响 那同时呢如果你愿意多花钱的话 还可以花将近七万块钱去选装更高级别的整个音响系统 包括这个更高档的英国之宝 以及后排的这个娱乐系统 从八英寸的屏幕升级到十英寸 所以其实你仔细去研究路虎男生运动的配置单 你会发现它的选装的项目其实也是蛮多的 而且价格都不低 所以整台车 比如说我们这台车它的基础售价只有100万06千 但是如果你随便选一选的话 就会有十几二十万的这个成本就出去了 好这个就是前排大致的情况 下面呢我把这个座椅来调节一下 一般我们去体验空间的时候 都会把前排座椅的高低肯定是调到最低的位置 来看看它头部空间最大能到什么状态 它的方向盘也是电控的四项调节 好这个就是我的坐姿 头部空间是有一选以上 我们再去后排看一眼表现如何 补充一点这个主副驾的位置中间都是有高低可调的扶手的 刚才忘了说了 揽胜运动整个车最大的短板其实就是后排的乘坐空间了 像我的身高的话 腿部也只有一拳四指左右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有要求 就去看更贵的懒胜或者更便宜的发现 那这台车它还是比较专注于前排的感受 那配置方面这里有空调出风口 有左右的空调选择 然后这里是两个HDMI的接口 两个USB接口 还有一个12伏的点烟器电源 那中间这个扶手放下来之后 能看到是这样的 很厚实的一个巨大的扶手 两个背架 然后这里打开是一个除盒 然后这里呢 还给了一个遥控器 这个遥控器就是控制这个头枕 后面的这个小屏幕 这个是后排的娱乐系统 就刚才说的8英寸的那个娱乐系统 如果你愿意花钱的话 可以选装加到10英寸 这个遥控器平时不用就给它收进去 同时呢后排座椅的靠背角度 是可以调节的 我这里是最靠前的角度 就是这样 这个是最直立的座姿 这一排呢我已经调到最靠后了 大家看一眼这个角度差 其实不大 然后这里阅读灯 它的两侧的阅读灯是触摸式的 摸一下就可以了 就点亮了 不用摁 这个感觉还不错 然后门板是上下两层的储物槽 空间也不大 所以这个车 它的后排感受 其实并不是整个车的重点 那目前我们在老司机APP上 能查到的真实成交价格 老款车型3.0升V6的版本 它大概普遍是有十几万左右的优惠的 那如果你要买新车的话 肯定是买这个直列六缸的HSE的版本 也就是我们今天拍的这台车型 它的整体性价比在全系当中是不错的 那具体它的真实成交价会怎么样 大家可以关注老司机APP 我们会在里面 持续的去更新最新的真实成交的价格 好 这就是今天的每天一款失败车 咱们下次再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